骑士一路向前奔驰有够畅快自一 没想到下一秒 车子突然冒出白烟 接着失控冲向对象车道 再撞上护栏 路边两棵大树硬身倒下 重机骑士更是连人带车 摔落下方的产业道路 经过的时候看到它速度很快 然后撞到可能是鸟的东西 然后前面就直接 向后面所看到的直接飞出来 强烈撞击力让骑士重创 当场就没了呼吸心跳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东 俗称太平溪路提供购的 49之一道路 重机骑士是29岁的无姓男子 他是关山分局陆野派出所的远警 去年才从花莲掉过来 重机骑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失控 其实是因为无姓远警 在高速行驶中撞上了飞行鸟类 与重机相撞的鸟类 是台湾特有的保育鸟环井质 又被称为质鸡 中南部及东部农田 都是它出没的区域 成鸟体型最大可以长到90公分 没想到会在飞行过程中 撞上高速奔驰的重机 救护人员赶到 紧急将无姓远警送医急救 总算恢复了生命迹象 静新闻林又珍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真正的转折 不及暴力 静新闻 静新闻